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以写出的点数多少决定 也就是谁写出的笔画多 谁为胜者 明白了吗 弟子明白 师太 还在精神 好好打 千万别让你这个师兄失望 是 师太 法爷那 可不能低估北少林的功夫 一家都有一家之长 这回你可要把吃奶的劲儿全使上 别给自己丢脸 师太放心 我会好好打的 若兰 你想谁打赢啊 那你呢 要问我吗 实话实说 我实际不想让他们打败 看不出来你还真是个小滑头 你呀应该学我们师太 他就立场坚定毫不含糊 他希望法证打赢 我是问你 又不是问你师太 那我当然跟师太一样了 你跟师太一样 那我当然跟师父一样了 真狡猾 我这是缠语 哼 现在比武开始 师兄 请指教 师弟 请 快点 走 快点 :「球 球 你 踩 踩 好 好 多謝 大师兄 大师兄 走 你 大师兄 师兄 抓住啊 师兄 抓住 师兄 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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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兄 抓住 师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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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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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站在那儿 有鬼 有鬼 哪里有鬼 没有啊 失 死 来人哪 来人哪 来人呐 还来人呐 来人来人 喂喂喂 你喊什么呢 我饿了 怎么还没给我送尸子来 你以为你是谁 我告诉你这是南少林 四有四归 我们这儿 不论是本寺的僧人 还是外来挂单的行脚僧 一日两餐必须到斋堂使用 你也不例外 我怎么给忘了 这是南少林 你干嘛 你干嘛 尤僧上了腿脚不方便 我给他送饭 你给他 你也太好心了 好了好了 练功去吧 这位师兄 我把我的饭菜给你端来了 小兄弟真是菩萨心肠 大家都是出家人吧 以后你的饭菜由我给你端来 不用了 以后我自己到寺院去吃 不能破了寺院的规矩 那你快趁热吃吧 你看你 醉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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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师兄 有时候我们自己也做饭 如果你不嫌粗糙的话 去跟我们一起吃吧 那太好了 那太好了 师兄 什么呀 是我路上捡来的一条蛇 蛇 它差点被老鹰叼去 我看他可怜 赶走了老鹰 救了他的性命 盛造七级浮屠 师兄 把他放在盒里会闷死的 你就放生吧 小兄弟 这蛇极毒 放他出来 怕会咬死你 好 发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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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给我练刀去 好 你慢慢吃 走 走 走 等找到了血书 气哨正 早晚是你的好饭菜 好 师弟 你干什么呀 我给你洗洗衣服 师弟 衣服太脏了 我自己洗吧 没 没关系 这活我能干 你 真看不出来啊 发正师弟洗衣服 还挺俐落的 发正师兄 你也脱下来 我一块给你洗洗吧 不不不 我自己可以洗 客气什么 不是 这真的不用我自己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 他也跟你一样 不喜欢在别人面前脱衣服 要不你帮我洗洗 我说你们家是不是把你从小当女孩养了 这怎么女人的事里都会做啊 女人的事情男人一样可以做 你看寺里头的和尚 都是男的吧 人洗衣服做饭 不都自己干 师弟说的对啊 你看我们和尚不都是自己洗衣服吗 师弟 师弟 我来吧我来吧师兄 我来吧我来吧 走 师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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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帮忙吧你看 好臭啊 你自己洗好了 你别偏心哪 你拿我当你老婆使了 那你是心甘情愿当法正的老婆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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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了和尚还风流 他们学术藏到什么地方去了 让你做风流鬼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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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回你死定了 师兄啊 你们这里真奇怪 当和尚为什么就不能娶老子生孩子呢 和尚能娶老婆 还叫和尚吗 那你为什么老想着 送你红肚兜的那个人 你要是在我们那里就好了 我们那儿的和尚 真的可以娶老婆生孩子的 喂 你们那儿什么地方 世外桃园吧 哎 要不然我去你们那儿做和尚 哎 别说一个人娶一个老婆 就是两个人娶一个老婆我也干的 哈哈哈哈 听你这么说 你家好像不在中国似的 谁谁说不在中国啊 只不过是远了点 嗯 嗯 当然是远了 和尚都可以娶老婆生孩子 那山高皇帝远的好处啊 就在这儿 哎 哎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哎 法长法长我问你 你和法静昨天是怎么回事 什么怎么回事 你心里最明白 法静 他绝对不是一个男人 啊 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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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声点 哎这么说 你肯定知道他底细了 没有啊 没有 你以为我看不出来吗 你看出什么了 你跟法静的一举一动 都在我的眼里 那天夜里 你还偷偷地把被子塞给他 自己却躲到女儿的 你 你监视我们 我这不要监视 叫关心你们 你小声点 让别人知道了 对法静不利 你放心 我一定守口如瓶 说话算数 我当然说话算数了 我心里很明白的 我们要是不替法静保密的话 他只有离开南少林了 你不愿意他离开少林吗 他来南少林 是为了学少林武功 为父亲报仇 如果他这样离开南少林的话 他可能会自杀 哎 你们两个真是无话不谈哪 虽然他这样做不对 但我觉得 他是个了不起的女孩子 哎 你说的对啊 他能哄过方丈 混入南少林 我对他佩服的简直无体投体 他真是与众不同啊 法静的事不要再提了啊 哎哎哎哎 你老是跟我说 你跟法静有没有一手 什么一手啊 哎 胆女通常共枕 难道没干嘛吗 哎 哎 哎 等我法静是什么人了你 哎 没有吧 没有就好 我还真怕有什么事啊 哎 如果 他真是个女人 我还想娶她做老婆呢 我警告你啊 不许对法静动坏主意 什么坏主意啊 难还女爱 人之常情嘛 哎呀 我们是和尚 和尚 我可跟你不一样 我迟早要还俗的 哎 我你 哎呀 哎呀 累死我了 哎 哎 哎呀 哎呀 累死我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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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跟我装算了 你的底细我全部知道了 你说什么我不明白 不明白 那咱们一块去见方丈 哎 哎 哎 怎么说啊 你承认你是女人了 喂 哎 什么女人哪 哎呀 去去去去去 没你的事儿 我跟法静说心里话呢 神经病 哎 我帮你隐瞒事实 总该给点回报吧 你想要什么 嘿嘿 你答应做我老婆 方明 别胡闹 你干什么 没干什么 哦 你刚才一定发现我的秘密了 我 哎 不过你可不要告诉他们 和尚是不允许开婚的 可是我实在受不了了 整天在找机会开开婚 哎 你说巧不巧啊 我昨天夜里啊 出来方便的时候 看见一条蛇 窜进草房 结果我就把它给抓住 把皮剥了 然后做成羹 哎 你可一定要替我保守秘密啊 蛇太小了 大家分不着嘛 哎 不过我可以分给你一点 你喝了 早日恢复健康 哎 我不要 哎 你可别后悔啊 我不要 游僧师兄 游僧师兄 你那条蛇放生了吗 哎 你们觉不觉得这个和尚 有点不对劲啊 发长 你看出来没有 这个和尚真的有点不对劲啊 师弟 好野猎 难怪我能喝这顿手高了 来 走 走 走 我要毁了你 我要毁了整个南少林 我毁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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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兄 沈更半夜叫我到这里来 一定有什么急事吧 这里藏着一份 有七将军把命部将 联名揭露同大堡 为非作歹勾结倭寇的罪证 他是这些忠心良将用鲜血写成的 佟大宝为了得到这件东西 不知杀了多少生命 佟大宝这个贱贼 飞坛僧人 深更半夜你到这里来干什么呢 随便走走 老和尚 你眼睛不是瞎的吗 我的耳朵没有你聋啊 深夜里不能乱走啊 当心冲撞了神灵 谢长老提醒 神山古叉 可要遇上鬼喽 清净古叉 怎么可能有鬼呢 你心中有鬼便就是鬼喽 贫僧这就回去 我感觉到一股鬼气啊 贝少林是我们南少林的祖庭 这已经被他们所注意 所以我想起把这件性命交关的东西 还是请师妹带位秘藏 师兄 请你放心 自应爱有观音菩萨的保佑 我一定会珍藏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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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我有事啊 别追了 里面着火了 快回来 快救火 救火 快 快 快去拿水 快 这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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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啊 快 快 这边 快 去拿水 水哪儿 飞哪儿 快 这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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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你上山那天起 我就注意到了你 你恶念丛生 居心带毒 假面具之下 藏着一副虎狼之躯 瞎吞 我心里亮得很 少林寺的扇门是为善人所开 绝不是藏屋纳垢之地 师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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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 这屋子烧得最惨了 里面乱七八糟的 不小心被狼咬了一口 不必大惊小怪 师父 是 我看这个人的功夫 向北少林的叛僧弹飞 看来佟大宝已经盯上了南少林寺 发正 你可要更加小心 师父 我要离开这里 我不能让佟大宝破害南少林 你往哪走啊 哪又能躲得了你啊 即便你走了 佟大宝也绝不会放过南少林寺的 可我留在这里 是会连累整个寺院的 你什么都不要说了 从今以后 你要更加用心习武 发正啊 你竟讲糊涂话 南少林和北少林 都会为正义而舍身成人的 啊 长老 弟子明白了 发正啊 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 只有去面对佟大宝 你有信心吗 有 你准备拿什么去面对佟大宝 这 佟大宝练的是阴阳佟子宫八卦掌 现在双掌用武毒浸泡果杀人不见血 可以说 他的金钟罩功夫 已经练成了一种刀枪不入的境界 佟大宝为了练成这种功夫 在深山一待就是九年 要想真正的战胜他 非要付出更大的代价不可 师父 佟大宝能做到的 弟子就算舍弃一切 也一定能做到 来 发正 你知道师父为什么叫你来吗 师父是想让你得禅武的真谛 我懂 你不全懂 若想得些真谛 就必须先听晓三十六房的功夫 是三十七房 啊 师父 原来是给发正吃片饭啊 哇 师父对发正也太偏心了吧 哎 你躲个屁啊 在无用的人当中 只有发正的悟性最高 师父这是慧眼师徒 他后继有人了 哎 照你这么说 丹少林的方丈将来是属于发正的了 哎 发正是方丈 那还不好啊 咱们这帮患难兄弟 到时候再灭弄一个二柱石三柱石 是啊 醉死也当个大师兄当当啊 哎 你们懂什么呀 师父这是对七家小子的呵护 呵护 呵护 哎 大师兄 大师兄 嗯 哎 哎 法正他们人呢 他现在可不一样喽 恐怕你这个大师兄都管不了他了 什么意思 大师兄还不知道吧 师父正急着把三十六房十八般武艺传授给他呢 是啊大师兄 是啊大师兄 哼 这这这 这 懂了吧 过于敲目一样 我 上 下 踢 回 弹 爱 起 师兄 现在看明白了吧 六 我想 师父肯定是想让法正 接替大师兄的位置 师兄 我想不通师父为什么这么做 想来想去 师父他偏爱法正 就像当年武祖喜欢六祖一样 表面上是要传一波给大弟子神秀 谁知道暗地里却给了春米的小和尚慧能 大师兄 师父正有一天这么做了 以后悔就晚了 你胡说什么呀 这和六祖的事不一样 大师兄 你别傻了 要想保住自己的地位 就要趁对手羽翼未封的时候 把他们从这里赶走 师兄 大师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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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住在南少林 为什么偏偏要练什么北腿 为什么 难道南少林没有腿吗 大师兄 我 你是瞧不起南拳房 有种拿你的北腿跟我的南拳逗逗 大师兄 你是不是太过分了 我就是过分 你要干什么 就说 师父 师父 因为法正是七季光的儿子偏心法正 所以才不顾南少林的死规 要设立什么北腿屋 这样下去 南少林还是南少林 大师兄 你太让我失望了 如果师父真的看中了法正 那就让他当大师兄好了 大师兄 站住 法炎 我只想让他好好教授北少林的功夫 什么名分也没有给他 法炎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倡导南北相和吗 师父 好好好 等你想明白了再告诉我 为了要分出南北功夫的高低 你 我要跟法正比武 比武 对 比武 南北武功本来是同宗 不应该有门户之间 只有武功与禅佛精神真正的融合 才有可能达到一个新的境界 流传于世 发扬光大 我希望你们两个带着这种情绪去比武 才不至于失去这次比武的真正意义 师父 弟子明白了 你呢 我听师父的 你们师兄弟今天的笔法与以往不同 无论是南拳北腿还是南北交融的功夫 我要你们在棉部上写出禅武合一 圣父已写出的点数多少决定 也就是谁写出的笔画多谁为胜者 明白了吗 弟子明白 师太 师太 还算精神 好好打 千万别让你这个师兄失望 是 师太 法爷呢 可不能低估北少林的功夫 一家都有一家之长 这回你可要把吃奶的劲全使上 别给自己丢脸啊 师太放心 我会好好打的 若兰 你想谁打赢啊 那你呢 要问我吗 实话实说 我实际不想让他们打败 看不出来你还真是个小滑头 你呀 应该学我们师太 他就立场坚定 毫不含糊 他希望法证打赢 我是问你 又不是问你师太 那我当然跟师太一样了 你跟师太一样 那我当然跟师父一样了 真狡猾 我这是蝉语 现在比武开始 师兄 请指教 师弟 请 高兴 不好 好 來, 走 多谢 大师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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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师兄 他们 五三 Dwight 小师兄 大師兄 大師兄 师兄 抓住啊 师兄 抓住 师兄 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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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兄 抓住 老爷 师父 你误导了什么 师父 我终于明白了 南北比武并非分出胜负 而是通过交流达到南北融合 师父 弟子知错了 好 师太 师太 法正 智一在为你高兴呢 谢谢师太 师兄 大师兄 你真棒 今天真厉害 大师兄 今天怎么了 明明可以打赢他 为如非要让着他 你错了 是他让我 为什么呀 他无性比我高 就这样 我不信 我们居然 把法正和五组六组的事扯在一起 现在都觉得可笑 我觉得脸无 嘿 师兄 可真行 我原来以为呀 你是不会让着大师兄的 结果你偏偏让了 我是一个从来不懂得让人的 也不肯受人让 现在我终于明白了 这就是禅与武的合 相合 是 大师父 大师父 大师兄 过来 大师兄 你们两个现在 别扔我 师兄啊 我想请你为紫云安的众民们 讲讲禅武如何相合 师妹是在取笑我 我这是真心讨教 你反倒牵手起来呢 南北相合禅武合一 这是我们和志一师兄多年的夙愿 这次总算在法证身上看到了希望 这件事情你总算做对了 师妹可是头一回夸我 我这是夸你嘛 今天你师太对我们师父很客气 我今天对你不也很客气啊 难道女人都是让人这么难你琢磨 那当然了 对了 那天你不是来南朝林学北腿功夫吗 今天我可以当你师父了 你当我师父 怎么你还不相信啊 当然了 法证那几下子我全会 真的 好啊 救命啊 救命啊 快跑快跑 快跑 快跑 别别别别 快跑 华铭 怎么了 让那条狗追的 不行 我一定得报仇 好 大黄 大黄 一口 大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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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 聋 tempus 大家都回吵了 就是我 待在 Order 小妮 小妮 丹枝哥 小妮 丹枝哥 真的是你 真的是你吗 我觉得你好苦 小妮 三角师父 你还叫我什么师父 我还是三角 现在还是三角的 真的很高兴见到你们两个 小妮 你是怎么逃出来的 上次被激流冲走 是被大汉哥和大黄救出来的 他们还一路保护我来 买少林寺找你们呢 大汉呢 他去找你们了 好 来呀 我来给你们介绍 这位就是小妮 法政的救命恩人 好漂亮 好漂亮 我去盖金房了 来 放这 来 来 放这 放这 来 来 来 反正师兄 你把那毒壁刀的功夫交给我呗 想学毒壁刀是不是啊 啊 干什么啊你啊 切一个下来 你就可以学毒壁刀了 我不学了 我不学了 这下好了 我们也可以住到这边来了 哎 哎 过来过来过来 你别忘了 你是个和尚 对啊 我是说 这房子太好了 我要是一个人能住到这儿 那多好啊 省得晚上睡觉 听你们 打呼噜放屁说梦话 谁打呼噜放屁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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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话有时候是有道理啊 阿弥陀佛啊 哇 终于有个家了 哎 如果咱们再有口井啊 就更像一个家了 好 说的也是 挖井啊 我最在行 什么时候轮着你了 挖井啊 法证最在行 好 是吧 你什么时候见我挖过井啊 算了算了 还是我来吧 哎呀 大汉 人家小夫妻的事你插我什么呀 我看我是 好了好了 挖井我会 还是我来吧 我给你打下手 哎 出头 哎 好好好 好好挖啊 你看这儿行吗 就这儿啊 哎 好 哎 慢点 哦 哦 我帮你记上 哎 哎 你看 到底是夫妻呀 一块打井啊 一块睡觉 真是幸福的一顿哦 哎 讨厌你 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 这里是寺院 法证是出家人 他怎么会有老婆 哎哎 哎 发静 有句话是 离了狗屎照样种菜 听说过没有啊 我讨厌你 躲开点 哎 你讨厌我 我可不讨厌你啊 你走开 为什么呀 我人长得并不比法证丑啊 哎 再说了 我心眼也比他好啊 你为什么就不喜欢我啊 啊 法明 我跟法证是纯洁的兄妹之情 你别再回家瞒缠 哎 得了吧 纯洁的兄妹之情 既然是兄妹之情 那你为什么嫉妒人家 嫉妒不嫉妒 是我的事情 你管不着 哎 哎 发静 哎 哎 我也不知道啊 哎 夜里当心火烛 我先回去了 哎 哎 哎 你还回那边睡啊 我 哎 小妞死里逃生 千辛万苦来找你 你却忍心留下她一个人 你开什么玩笑 我 你别难为她了 哎 小妹 你忘了 你忘了她怎么答应爷爷的 她说到了南少林 建了方丈以后 就和你原房 你想后悔啊 我不答应 小妞 这事 我以后再跟你解释 还解释什么呀 小妞就是你老婆 你 小妞 你一路辛苦了 我先走了 你 哎 你就这么走了 他要是敢三七二一 我就跟他拼命 哎 小妞 我跟你保证 他这是钻脚尖的 到时候我就 钻脚哥别说了 哎 小妞 你放心好了 如果他要是敢变心的 我第一个就不答应 你知道我的厉害的哦 哎 咱们走吧 不 我 我得陪他 大哥 你们走吧 我有大红陪着就行了 哎呀 走走走 好好好 好好好 牛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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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你还会那边睡啊 我 哎 小妞死里逃生 千辛万苦来找你 你却忍心留下他一个人 你开什么玩笑啊 我 你别难为他了 哎 小妹 你忘了 你忘了他怎么答应爷爷的 他说到了南少林 建了方丈以后 就和你原房 你想后悔啊 我不答应 小妞 这事 我以后再跟你解释 还解释什么呀 小妞就是你老婆 你 小妞 你一路辛苦了 我先走了 你 啊 你就这么走了 他要是敢三七二一 我就跟他拼命 哎 小妞 我给你保证他这是钻牛角尖的 到时候我就 钻角哥别说了 小妞 你放心好了 如果他要是敢变心的 我第一个就不答应 你知道我的厉害的啊 哎 咱们走吧 不 我 我得陪的 大哥 你们走吧 我有大红陪着就行了 哎呀 走走走走 好好好 哎呀 快走 我 快走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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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看 我 你 你 我 我 你 你 你 八正师兄 你看我练得行不行 不错 不错 怎么 你还在想小妮的事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她 你既然答应跟她成亲 那就好好地对她吧 八正师兄 我想问你一句话 你一定要老实告诉我 你问吧 我知道 你绝非是个无情的人 那既然你跟小妮是患难之交 怎么说变就变呢 我真想不通啊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她呀 你回答我一句 你到底喜不喜欢小妮呀 既然是这样 你就不应该伤害她 我没有啊 我现在这个样子 绝不允许有一点儿女私情的 可是你已经跟她成了亲 入了洞房 你这又怎么解释 我 我一时之间跟你也说不清楚 但你要相信我 我跟小妮之间 绝对是干干净净的 绝无一丝亵渎 法正 你就别太执着了 你又不算是真正的出家人 你是为了避难才来当和尚的 只要把事情的经过 跟方丈讲明白 我想她老人家一定会通情达理的 你就别说了 你让我自己好好想一想吧 法正 反正做事不能欺心 要真是那样的话 我绝不着你 我 你就别逼我了 我自己的事情 让我自己解决吧 是 法靖 你怎么了 原来是那位大哥重拾旧欢 把这个新欢小妹给抛在脑后了 其实这些人当中 只有我法明对你最关心了 你烦不烦 师兄 要想真正战胜童大宝 非要付出更大的代价不可 童大宝能做到的 我就算舍弃一切 一定也能做到 我一定会做到的 有一天如果我爱上了你 让你做我的丈夫 那该怎么办 你不用假设 永远不会有这一天的 你到底怎么了 难道我不该来少林寺找你 还是我们本来就没有缘分呢 你的字幕提供 写真是想危陪 你喜欢丁度把我写真灯 你不说我的事 你还会为師兄 甜点 你还会带你 你还会做到的 师兄 我有话要问你 问吧 你为什么有了老婆 就不愿离我这个妹妹了 小妮并非我的老婆 那她是你什么人 你既然说不明白 那她就是你的老婆 你听我说 我跟小妮似乘过亲 可那不是真的 你不要玷污了小妮的清白 假成亲 为什么 我跟你说过 因为 因为她救过我 因为 我也说不清楚 是的 那你之间的事情 本来就很难说清楚 反正 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师兄 我不要你给我解释这么多 我只想让你 像亲哥哥那样对我 我不是一向如此的吗 师兄 我们的关系 就不能比你和小妮更亲密吗 我们之间尽现于兄妹之情 来来来 吃饭吧 来来来 你们这是干什么 啊 这都怪你的法证啊 想出这种鬼主意啊 叫我们呢 干活也得练功 睡觉也要练功 连吃饭都得练功啊 把我们折磨的 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喽 法证它也是为了我们好 它是为了我们的功夫有所长进 我们都是苦命人哪 要不今天你们别练功了 好啊 孩子肯定没亲疼我们啊 吃饭吃饭 来来来 来来来 再吃点菜啊 好嘞 别客气 好香啊 法证 法证 吃饭啊 我不想吃的 法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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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喂 给我起来 小妮为你把命都舍过了 你还这么对她 我看你是不知好歹 你别烦我了 好 平时都是你管我 今天我非好好管管你不可 起来 别睡了 你这个人怎么那么爱多管闲事 你管好自己练好功夫好不好 我 干什么 你 我烦着呢 喂 你烦啊 小妮心里比你更烦 我有什么办法 你让我怎么办呢 我看你是想抛下小妮不管了 我看你是太欣妄救 不是这样的 你能不能理解我一点表哥 理解你 我什么时候不理解你了 我看你是看不上那件小妮了 我不跟你说了 说了你也不懂 我今天非要好好教训你不可 起来呀 来打我 你功夫比我好 来打我 为什么不还手 你起来 你不是功夫比我好吗 打我 还手 来呀 三角 来呀你 三角 你还手 三角 你来打 别打了 来呀 来 小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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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没事 小妹 你放心好了 我就是逼 也要把法证逼到你房间里去 强扭的瓜不甜 这怎么能叫强扭呢 你们新婚之初 两情相悦 再好不过的一对了 那其实 就是为了让爷爷看着高兴 我们演的一出戏 啊 什么 原来你跟法证 根本就 没 那 那我们都没看出来 连爷爷都给蒙过了 我对不起爷爷 小妮儿 你别伤心啊 你跟法证 有没有那回事呢 那并不重要 最重要的 你们是明媒正取 这是事实 谁也赖不掉啊 三角 你跟他谈过了没有 谈过了 法证他说他有为难之处啊 你可不能向了他 那你说怎么办 准备走 什么 你们可别乱来啊 你也别太老实了嘛 就是啊 是 师兄 你怎么练上北少林的功夫了 你大惊小怪什么 你当我不知道 你法灵不也在偷偷练北腿吗 我那是无心插柳啊 那我是有心栽花了 大师兄 大师兄 你别在偷看 你们在这儿 法明 怎么了 今天过来偷看我们练功啊 我有那种闲情就好了 听说你们果园来了一个漂亮的女孩 对 这事你们都知道了 你们那点事啊 瞒不了谁 看来对女人感兴趣的 不止我法明一个啊 阿弥陀佛 我法灵可不像你那样 看来师兄修行不错嘛 少废话 快给我讲讲 说呀 那女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对呀 快说呀 说呀 讲啊 这事 快讲 这事我不能随便乱讲的呀 说呀 一定有什么事瞒着大家 法明 有什么事就痛快快地说 用着吞吞吐吐的 大师兄 祸从口出啊 这事我要是跟你们说出来 你们肯不能随便乱讲啊 你放心吧 快说 别扑扑了 知道不知道 这女的可是法政的老婆 啊 居然有这种事啊 是啊 这有什么的 南少林出家的僧人 在出家前有老婆的 大有人在 可谁也不敢把老婆明目张胆地摆到寺院里来 是啊 管好自己就行了 用不着管别人 大师兄 你怎么好像换了个人似的 你这是什么意思 哎 法政在寺院里对你可没什么好处 你不想早点把他赶出去吗 现在不正是好机会吗 对呀 你把我发言看着什么人了 你看你看 你 瞎说什么 我说什么了 我 妈妈 女儿不知自己是怎么了 自从见到法政师兄 我对他就有一种特别的感情 这种感情叫女儿心神不安 妈妈 帮帮您的女儿吧 让我从这种感情中解脱出来 法静 你可不要有什么想不开啊 法政有老婆 这是事实 你用不着为她太苦恼 你怎么知道我是为她苦恼 你别自欺欺人了 这种事情瞒不过我的 你老是说 你是不是喜欢上法政了 我和法政是师兄和师妹的关系 如果真的那样就好了 可是在我看来 你心里就是装着她 因为她对我好 难道我对你不好吗 你如果心里没有她 才会有我 法明 我告诉你 你不要再小如飞飞了 永远都不会有这一天 法静 我会等到你那一天的 不要回来了 你干什么 反正 这儿没有你睡觉的地方了 那我睡哪 你自己知道该睡哪 听 你们别逼我了 这样做 对我和小妮都不公平 停 你别再编故事骗我们了 你们凭什么强迫法政师兄 法静 这不管你的事 我看不惯 小和尚 你走开 小心我错别你 想打架那就来吧 法静 我的事不要你管 我非管不可 我 坦志哥 我知道自己配不上了 小妮 不是这样的 你不要说了 我 我不想听 小妮 坦志 不 别别别 大汗 别别别 叔 还不快走 给我 给我 别这样别这样 给我给我 坦志 你不是人 坦志 你不是人 大师兄 法政 怎么了 是被老婆赶出了家门 没地方睡觉了吧 大师兄 你有空吗 有空 我 法政 是不是要请大家吃喜糖呢 闭嘴 大师兄 我有话跟你说 行 那咱们出去谈吧 好 听听听 是老婆的事吧 我早听说了 这有什么 把原因跟师父说清楚就行了 大师兄 我是来求你帮忙的 帮你 我怎么帮你啊 我跟小妮 是有夫妻的名分 可是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到底怎么回事 你说啊 事情是这样的 怎么样 听不清啊 看来这事还挺复杂的 大师兄 你说我该怎么办 这好办 反正你现在不是受戒和尚 你要真喜欢小妮 就和她还速回家 一块过日子 大师兄 你这什么意思 法政 你别误会 我绝对不是想赶你走 只是 这件事叫我很为难 小妮 这么好的女子 为你出生入死在所不惜 这是人世间的大行大爱啊 我听了也很感动和佩服 大师兄 我何尝不懂这些呀 我也喜欢她 可你想想 被少林因我而遭灭定之灾 他们的仇能不报 他们的血能白流 我父亲正在天牢里面 生死未捕 齐家军 那些爱国将领 也是命在旦夕 我现在活着 也只能是为他们而活着 将来也只能为他们而死 大师兄 我大仇未报 如何谈儿女私情啊 没想到法证还真是条汉子 佟大宝很快并临福建 我必须苦练功夫 才有可能跟她一战 也许 我壮志未仇 身先死 如果真是这样 我不是更害了小妮吗 法证 大师兄 我不想给小妮 留下太多痛苦 我明白你的心了 可是 小妮怎么办呢 我不能满足她的愿望 又不忍心伤害她 这正是我反倒的地方 要不我去劝劝小妮 不 这恐怕 越里越乱 肠痛不如短痛 我想 让她对我 就此死心 阿弥陀佛 这太残忍了 大师兄 现在只有你能帮我了 差人姻缘是要受英国恶报的 大师兄 大师兄 你这是在帮我 也是在帮小妮啊 你让我想一想 来 为谭大人归来干杯 来 干杯 是 这次谭大人独闯南少林 虽然没有获得成功 而且好像还挨了几残仗 不过总算是探得气少政就藏在南少林 也算是有得有失啊 没想到南少林的和尚如此厉害 没几天的功夫 谭大人就误透难缠真谛 修成而返啊 这怪你们我可我没有诚意 如果你们肯同理协作 这次上山就不会有这样的结果 独闯南少林可是谭大人自己的意思 好了好了 不要吵了 我们现在最主要的是善良如何对付南少林 即使谭大人抓不到齐少政 也应该把血书带回来 这也不虚此行 行吗 南少林那么大 藏点东西是不容易找 难道和尚的东西还能藏到尼姑的家里 尼姑家里 对老和尚把血书藏在紫军庵 那个老尼姑那儿 我怎么会没想到呢 看来还真有这么回事 小妮小妮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什么事儿 我在九连山下给你和大汉找了个住的地方 你想赶我们走 小妮你耐心听我解释 我真没想到你会这样 小妮以后你会明白的 好了你不要再说了 小妮 大师兄你看到了吧 小妮真是大大包天 公然敢金无藏销 大师兄 别说了 这还了得 佛爷一切丈夫皆由四种不善演过 为猪女人所迷乱 男女有别 邪淫受成 否则佛门境地将不复存在 法政一定要受到四归的严惩 法政 还有什么可说的 我 大师兄你不能这样对谭智 要错是我的错 他没有错 小妮你也没有错 是我的错 法政 你如果还想留在南少林 就赶快让这个女子离开 大师兄 让我把事情解释清楚 我不想听 大师兄 你这样惩罚法政 太没有道理了 你这不是存心报复吗 都不要说了 把法政带回大魔洞 挺好处置 法政师姐 咱们走吧 一定是有人在大师兄面前使坏 三教哥 他们会对谭智怎么样 这回 恐怕他是回不来了 为什么 大师兄分明是想公报私仇 才把法政关进达木洞面壁的 面壁 是啊 面壁思过 就是认识错误 他有什么错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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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犯了四归 小妮 你想不想跟法政还在一起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我看 他很难在南少林再待下去了 不如你跟他远走高飞吧 三教哥 我明白你的意思 可这样做就害了坦智 不管我能不能和他在一起 我们都要堂堂正正 过敏磊落 坦智他是为了我而受到惩罚的 我现在要去见大师兄 小妮 你别去 大师兄很难说话的 我不怕 我要去问问他为什么关坛智 小妮 我跟你一块去 走 走 你站住 你说 法政的事大师兄是怎么知道的 我怎么知道 你站住 我真的不知道啊 人多嘴杂 这种事情也不当我一个人知道啊 真的不是你干的 我能干出卖朋友的事吗 那就奇怪了 大师兄和法政这几天关系挺好的 怎么会突然那么凶狠呢 哎呀 法静 你干嘛要为法政的事情着急呢 这事在我看来啊 坏事儿变好事儿 那就一定是好事儿了 你什么意思 哎 法静 你想一想 法政受到惩罚 小妮她肯定离开 到时候 你不就称心如意了吗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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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混蛋 你把我当什么人了 我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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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命 我告诉你 法政他不是你想象中的那种人 哎 哎 法政 你别走啊 法政 来 快走 站住 我们要进大师兄 宗人请防 女人不得入内 女士主请回吧 不行不行 我们得进去看看哪 大师兄不在 请回吧 为什么不让我们进去 佛祖叔弟子欺狂之罪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你们怎么能这样无理啊 这是大师兄的命令 谁也不能进去 难道我们还盼了你不成啊 我们就是要进去 你 法令 你们吵什么 大师兄 你们凭什么关法政 女士主 这是我们寺院的事 你们不能处罚一个无辜的人 这是死规 我无能为力 你是公报私仇 你们不能欺负他 出家人有出家人的规矩 我是按死规行事 并无个人恩怨 那不会把他赶出寺院吧 这我可说不准 他走不走也不是我说了算 法政的去留要请方丈来裁定 大师兄 我求求你千万不要处罚法政 你要是把他赶下山 他会没命的 你要罚就罚我吧 女士主 你可别这样 我 大师兄 你就答应我吧 哪怕罚政他最当处死 我想你也愿意依此换他的性命 我求求你了 小娘 求你 我做不到 小娘 我们不求他 大师兄 我们走 小妹 走 走 走 我们不是作孽吗 我可真怕死后会下地狱啊 师兄 佛界欺狂 我们真不是在犯界了 我明白 可你们说 我该成全哪一个 大师兄 我以为你是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 没想到我看错了人 你心胸狭隘 挟私报复 拆人之威 法静 你不能这样对大师兄 嗯 还有什么罪状 你让法静老下说 这还不够吗 法静 我劝你什么都不要管 什么都不要问 回去好好学你的功夫 我今天偏要管偏要问 你要不说出个道理来 就别怪我不客气 怎么 你还想打架吗 别仗着你们人多 我才不怕呢 法静 小娘是人家法政的老婆 你算他什么人啊 小毛孩子 还打不打了 打 别打了 范静 你听我说 我比你更清楚法政是什么样的人 我和他既是兄弟 也是手足 我所以这样做 完全是为了法政 而法政这样做 是为了小娘啊 我不明白 你不明白的事还多着呢 请你告诉我 好吧 但你必须替我保守秘密 我能做到 佛祖 我来到这里 渴望从您的智慧中 获取力量 我无法面对自己 更无法面对小妮 你不明白 哪怕 您给我一点点的提示 我真的不知道 我的选择 究竟是对 还是错 佛祖 我不能背叛自己的誓言 更不能背叛自己的信念 只是 这对小妮来讲 打击太大了 没想到这些 我的心就在痛 可我又能怎么样呢 法政兄 你不能进去 我要见法政师兄 大师兄说了 谁都不能进 你这招是够狠的 你们上也敢上 帕京 你要真想见法政也不难 但是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说吧 把你的本事交给我吧 行 不过得见了法政师兄再说 好 佛祖 请告诉弟子 我该怎么办 师兄 帕京 你来干什么 师兄 你竟然可以把一切都告诉大师兄 为什么不告诉我 大师兄都跟你说了 从来南少林的第一天 我就知道 你对我最好 满以为 你会把心里的话告诉我 那样的话 我也可以替你分担一份忧愁 可是 你不相信我 你心里根本就没有我 发静 不是这样的 我可以向你坦白 我对你 是曾经蒙发过一种超乎兄妹之情的爱 但是 我一直在克制我自己 我害怕 我怕失去那种兄妹之间纯真的友情 我 我 我不在乎 师兄 想你怎么办 难道 做中国的和尚 就非要无情无义吗 在我们家乡 和尚 是可以娶妻生孩子的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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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就不想改变主意了吗 你知道你这样做 想你会有多痛苦 他对你情深义重 你是他生命的全部 你做这样的决定 你不觉得你太财人了吗 别说了 师兄 发敬 什么都不要说了 师弟 我求你帮我办件事情 你说吧 带我去见过师太 请他帮我照顾小逆 我答应你 但千万不要把事情的真相告诉他 为什么 你答应我 我答应你 好不好 没理由 他的话 一定是有人在大师兄面前说了些坏话 你干嘛呀 这么看着我吗 我是那种人嘛 知人知面不知心 好了 先别说这些了 我已经决定了 今晚我们就把法证从达摩洞救出来 救出法证 那不是跟大师兄作对吗 大师兄算个屁呀 只要能成年小年得罪他就得罪他了 你以为我怕他吗 我赞成事物的意见 救法证 一是为了兄弟的情谊 二是为了成全一对有情人 既然这样 我 我也去啊 法静 以前法证怎么对待你的 你不会都忘了吧 这件事情我们应该先问问法证 然后再做决定 我是他表哥 这件事情就由我做主了 可是现在福建到处都是佟大宝的人 你们这样做不是把法证和小妮 往死里逼吗 法静说的有道理啊 你怎么也说这种话啊 以前法证怎么对待你的 难道你都忘了吗 好 我跟你们去 法静他不去 我们几个去 一样可以救出法证的 真是没想到 原来你是这样的人的 走 你真糊涂 你以为这样做就能救法证吗 你分明是害他 弄不好你还要害两条人命 师父 我是糊涂 可是您说这事该怎么办才好啊 师弟啊 他在问你呢 让我先想想吧 把法证先找来 法颜 在 咱们走 是 咱们就这么想死了 咱们就这么想死了 在 这么想死 喂 你干什么 小妮为你变成了这样 你还有心思在这儿打坐 小妮怎么了 小妮她病了 你快去看看吧 好 走 走 这个时候小妮她需要你 法政 这个时候还犹豫 你还有良心吗 三角 我求你 回去帮我照顾小妮 够东西 我打死你 给我 大汗 住手 大汗 你们别打了 小妮 我求求你们 你们别打了 这种人到现在你还护着他 大汗 他有他的难处 你们放了他吧 小妮 我对不起你 探之狗 我感到你平平安安 我就放心了 小妮 你怎么这么糊涂啊 你 齐少政 你对不起小妮 对不起死去的爷爷 我 你不是人 我们今天就是抬 你要把你抬走 走 走 站住 马正 师父要你去寺院一趟 大师兄 师父要谈着怎么样 我不清楚 你去寺院一趟 来 师父 师父 法政 你知道你师父之一 为什么让你来南少林寺吗 为徒师哥不敢忘记 师父 你能牢记师辈们的重托 十分难能可贵 能够不忘国恨家仇 精神就更可加烂 师父 不忘大智者为贤能美德 为师认为你做得对 但是不该留下很多的遗憾 请师父指教 这把断剑里藏着一个不为人知的故事